欢迎收看校园迎春特别报道 三重区厚德国小在民国76年因为配合办理台湾区域 建造了专业的体操馆并且成立体育专班 多年来不但逐渐发展为体操重点学校 更是培训出不少优秀的体操选手 厚德国小拥有专业的体操馆 因此也是新北市重点发展体操的学校之一 多年来不但承办许多体操比赛 更培训出不少优秀的体操选手 站上国际舞台为台湾争光 厚德国小的体操队算是我们学校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团队 那发展也算是最悠久的 目前大概有累积了一二四年以上的 包含像我们馆内的教练们 也都是从小从我们馆内一起训练上来的 然后再回来我们小学 可以再继续培训我们未来的学弟妹们 不少曾经在厚德接受培训的选手 在转换跑道之后 纷纷回到母校担任教练 希望传承自己的经验 也期待学弟妹们可以有更优异的表现 当初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时间都练得很长 那现在因为时间大概只有三个小时左右而已 教育局那边其实有说 那个专长训练不能超过三个小时 其实我也是比较慢练起来的一位选手 那当然自己也怀着 比如说想要比奥运的梦想之类的 然后现在担任教练之后 其实也会想把下一批的选手慢慢带上来 希望他们可以朝奥运前进 已经在体操队训练超过三年的李洪乐 当初是在妈妈的鼓励下开始学习体操 过去曾经因为练习太过辛苦 而曾经想要放弃 现在却逐渐找到兴趣和成就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体操 中班 中班 中班就开始练了 那时候怎么会想说来练体操 那是我妈逼我的 我妈看觉得我会有兴趣 所以逼我来练体操 本来在家里游手好闲 有些部分就是要再加强 就是比较弱一点的 嗯 就这样 例如哪个你自己有比较有兴趣的项目 地板或是跳马 嗯就这样 两项我比较有兴趣 因为可以翻 所以我比较会有兴趣 所以你喜欢翻滚就对 嗯 因为后的国小拥有专业的体操管 因此已经毕业的国高中选手 依然会回到学校来继续练习 也让小小选手们有一个观摩学习的机会 期盼自己可以更上层楼 记者陈明辉 林锦宇三重采访报导 在各式各样的运动项目当中 大部分都需要等到一定的年纪 具备某些能力 才有办法进行专业训练 但是体操却是一项越早训练 越有优势的项目 因此以后德国小体操队来说 就有许多的选手 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的 体操运动是相当注重身体的柔软度 想要锻炼身体的柔软度 就必须从小小年纪开始 因此后德国小体操队 经常举办体验营或是娱乐营 让幼儿园的小朋友可以接触 我们在招生的时候 通常都会从幼儿园 或者是到我们小一的时候 就开始做招生的推广 因为毕竟在这个项目来说的话 当小朋友在发育过程当中 如果他的身体的条件 包含了像肌肉 筋骨 协调性这些 如果太晚接触的话 相对来说会更困难 所以像早一点的时候 甚至小他们的身体柔软度 大部分都还比较好适应的情况下 从小去适应的话 相对训练起来就会快很多 尤其像你可以看到有些项目 他们的身体的力量 以及肌肉的力量 需要用到非常的多 那从小就可以习惯 身体的重量的时候 反而陪着他一起生长 长上来之后的话 相对来说就轻松很多了 虽然说体操是注重柔软度的运动 但是在进行各项专业的训练时 其实非常容易有运动伤害 好在这几年运动防护越来越受到重视 避免选手在练习或是比赛时受伤 现在应该是说体育比较重视一点了 所以我们的安全部分 就是也是很重视 还有就是运动伤害 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在练习的时候 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一块 那所以就是训练上都是多多少少 受伤程度都很多这样子 对那他们现在的话 也是尽量就是避免会有一些运动伤害 因为这样子他的运动生涯才会长久 以后的国小体操队来说 大部分的选手 几乎都是从五六岁就开始练习 然后在教练循序渐进的指导下 慢慢熬过辛苦的基础训练 开始进阶到专业的项目 当初怎么会想要来练 因为那时候有征选 然后妈妈就想说让我来试试看 对然后就被老师选上了 就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很辛苦 对然后老师就会一步一步慢慢教 然后教会慢慢教我们很多动作 然后会一直训练 因为就觉得动作好像做越来越好 就想要把体操练好 然后继续练下去 什么时候开始练体操 五岁 五岁啊 所以那时候是幼儿园的时候 大班 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开始练 嗯 爸爸告诉我 有这个 那个征选的活动 所以爸爸就让我来试试看 那你觉得刚开始练的时候 就是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状况 嗯 好像都还好 对还好 所以你觉得你从刚开始接触到现在都练得还蛮顺利 嗯 台湾体操近年来在不少国际赛事上都有相当不错的成绩 但是在国内跟其他的运动相比赛事要少的许多 学校期盼有关单位能多加重视 让选手有更多的实战经验 记者陈明辉林锦宇三重采访报导 厚德国小五欲并重 尤其在体育方面也有多元的发展 其中射箭队虽然才成立四年多 但是每年都有毕业选手 衔接到三合国中的体育班 继续往射箭的路上迈进 即使是寒假期间 厚德国小的射箭选手依然来到学校练习 四年前发展射箭运动有成的三合国中 希望有更多学生从国小端就开始练习 因此促成学校发展射箭运动 所以我们发展时间大概就成绩大约四年多左右 但是陆续这两三年来就延续他们最早 第一届的第二届的学长节也都陆续升上去了 也都在我们的三合国中的体育班的团队里面 也就我们整个射箭队里面继续做训练 那包含我们接下来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学弟妹们 他们也是未来也都会在这一两年内 陆续衔接上去 那也都希望他们能够有持续的很好的表现 现在在射箭队担任助教的陈伯璋 本身也是厚德国小的毕业校友 对于学校近年来规划的射箭队相当的肯定 这样就能让有兴趣的学弟妹更早开始接触练习 因为我国小其实也是从厚德国小毕业的 可是我国小的时候还没有射箭队这个东西 我是到三合国中才加入射箭队 我觉得从国小练就是 基础就比人家从国中练得早很多年 所以就是因为基础是最重要的嘛 然后就是有这个地方可以栽培他们 所以他们其实有的天赋也不错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往这个体系发展 因为教练也都是熟悉的人 只是最了解每个选手的状况 射箭队从中年级就开始招生 其中在三年级就跟着哥哥一起学习的杨浩诚 可以说是越学越有兴趣 他也期盼在未来的比赛当中 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就觉得生活很酸 然后教也很酸 然后觉得超无聊 然后有时候想要退队 然后后面想说 看他们这么适合感觉很好玩 所以就继续练 然后练到现在也会觉得很好玩 所以想要继续练下去 然后直到听说要比赛 然后就要开始加紧练习 要回家做体能那些的 看能不能在比赛争取前三名 然后以后继续比 然后看能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 然后体能要加强 射箭动作看起来简单 但其实相当考验体力和耐力 学生除了平时在学校练习基本动作之外 也必须加强自己的体能 才能在比赛场上有更好的发挥 记者陈明辉林锦宇三重采访报道 108新课纲新增多元选修课程 强调学生在实际的情境当中 跨科跨领域的学习 让知识不限于书本 三重高中就有一堂饮食文化课 就请来了家政老师 化学老师 还有国文老师共同教学 让学生上课的时候 能够从烹饪 化学 以及文学的角度来认识食物 十分的有趣 它比较轻了 对 好来 老师用力 没关系 三重高中开办了饮食文化课程 让学生能从不同的角度了解 关于豆腐这项食物 一开始从文学的角度介绍 再说明制作豆花的化学理论 并由化学 国文 家政老师 联合带领实际体验 制作豆花 豆腐 最后完成一道完整的 麻婆豆腐相当有趣 前面三堂还是四堂 会讲一些就是 那个化学的理论知识 然后跟国文 国文也会讲一些 就是国文发明 就是豆花它发明的那个什么 就是背景 然后就会结合到国文 然后化学这样子 然后最后再来做 再来又就是餐饮 再来做这个 特成结合化学 家政及国文 让文组以及黎组的学生一同参与 将所学与生活结合 让学生从食尽当中 去制作出一个餐桌上的美食 那学生都非常的喜欢 有参与感 也有学到一些豆的来源 还有结合SDGs 如何去珍惜资源 我觉得学生应该是有满满的收获 也可以因此而得到 有一个课程学习成果 变成他的一个学习历程档案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课程设计 三 二 一 饮食文化课也吸引了来自各方不同专业领域的大学教授观摩 从过程中理解目前学生的学习方式 教育部有一个招生专业化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里面基本上就是让大学在高中学生 缴交那个升学中所需要的学习历程档案 然后让大学的老师们去理解说 学生如何在高中中做出这些东西来 那今天看完的结果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许多学生他在 他从来可能没有做过家事 然后在真主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 都会有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他们在学习中可以把他们的所学 跟他们的生活整个整合在一起 我就是非常的棒的 从零到有 从豆花的制作 到做成一道完整的麻婆豆腐 都由学生亲自参与 多元选修课程让学生不只从书本里学习知识 也结合生活 更培养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态度与能力 记者高新峰林家珍三重采访报导 108课纲实施之后 学生从高中一入学就要开始准备日后申请大学需要的资料 而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就是学习历程档案 主要包含四个部分 其中学习成果和多元表现让不少的学生是伤透了脑筋 现在高中生除了认真上课 从一年级开始还要实时上传学习历程档案 由于这和未来申请大学息息相关 因此老师建议最好能多多展现具有逻辑思辨或是人际互动的内容 其实教授端很希望看到学生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如何解决困难 如果他解决的困难的部分来讲 是逻辑有逻辑思辨的 有人际互动的 都有可能让教授们觉得他的学习历程档案是值得的 然后也可能会变成 我觉得我就是要有这样的人才 因为是作为申请入学参考的资料之一 答案的内容除了尽可能和想要就读的科系相关之外 学生也希望能展现自己的特点 就是表现自己的特长吧 就是自己独特的地方 还有自己的专业 还有自己的态度 对学业的态度之类的 因应时代的潮流 老师在课程设计上 也会加入摄影或是口语发表 这些能力甚至未来可以直接应用在职场上 今年来讲我们还加入了摄影就拍照 当学生去拍照他的成品 还有他在最后的口头发表里面 他要有点像是那种现在的直播主 要去推销他的产品 我到底要怎么样都卖 然后我今天有特价品 所以我们希望学生也有那个 Marketing跟Sales的努力 学习历程档案 除了是未来申请学校重要的一环 其实学生也能善加利用 借此了解自己的强项或是弱点 帮助自己更有效的学习 记者高新峰林锦宇三重采访报导 绿能发电是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重新北高中结合了卢迪社区大学 开办太阳能课程 用游戏的方式带入太阳能相关的知识 让学生培养绿能概念之外 更能够拓展多元领域的学习 学生选答案排排站 新北高中和卢迪社达合作 开办太阳能课程 结合近年来流行的影剧《鱿鱼游戏》 让学生在趣味中学习 能源这个议题呢 它的专业知识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曾经试过说 讲太专业的知识内容 或者是上课太专业知识的教法的话 其实我们的民众或者是同学 他可能会没有办法专注 或者是其实讲再多 那没有办法进到他的脑内呢 就没有作用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设计一些游戏的方式 或者是互动问答的这种方式呢 来加强就是大家对于能源的 这个议题的印象 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我原本不知道什么 像我不知道原本河南会那么 就是发电量会那么低 我在这场课之后我知道 它原来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 对 其实主要都是靠火力发电 对 这是我学到的东西 以后应该还会学到更多 对 所以我蛮喜欢这种 为让学生多元学习 校方和不同单位合作 包括城市设计 影音剪辑和太阳能光电等课程 结合政府政策 从去年开始就利用广大腹地 在顶楼设置太阳能电板 将来也能让学生实地通关 我们也结合现在台湾的最重要的政策 就是光电的屋顶 所以未来我们学校所有的大楼 大概在今年的五月底之前 所有的光电屋顶都能够建置完成 那所以也想说刚好结合卢敌社大 这样的课程 让学生在每天生活学习的场域当中 好好的有机会可以接触能源的 一个重要的部分 随着能源缩减 绿能利用越来越重要 校方和太阳能业者合作 并提供电力给台电 也因此改善了屋顶肉水问题 同时让学生能多元学习 实地参观绿能样貌 培养相关知识 达到双赢效果 记者高清风 林佳珍 三重采访报导 为了减缓全球暖化的速度 节能减碳是大环境的趋势 除了政府政策的推展 在台湾也有一群庶民默默地付出 力求能源转型 三奴地区的卢敌社大 近年来就成立了庶民发电合作社 除了建造太阳能电厂 也积极地和学校合作 期许能够将绿能知识生根于社区当中 节能减碳如何落实呢 除随手关灯多搭乘大众工具外 如丽社大靠着一股庶民力量 成立了庶民发电学习社区合作社 积极投入太阳能建设 我们一开始会接触太阳能 也是因为以再生能源的这个区块里面 其实太阳能是跟民众最亲近的能源之一 它就是只要太阳光照 然后有一块场地 它其实就可以开始发电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既然 我们当初会在这个都市推广屋顶光电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就是希望说 那既然都市用电的人口比例多 那我们就利用空的屋顶来做太阳光电 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对 然后我们民众跟能源 也可以变得比较亲近 希望民众更了解绿能 发电合作社除积极推广外 也和各所学校合作 希望对象从成人延伸到学生 让运能之事能更深耕于社区中 合作社跟鲁迪社大 其实是一直长期在推广那个能源教育的 那以往是成人教育的部分 然后发现其实能源跟我们的生活相当接近 我们把它变得好玩有趣 然后希望说这样子的能源教育也可以推广 就是扎根到我们的就是同学 就是年轻人身上 然后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有趣的能源教育可以引起他们对于能源议题的关注跟好奇 我们现在有一个庶民三号的发电厂 是有把它改造成这个教育电厂的 那也可以带同学们去参访 所以未来就是希望说开放电厂 让各个学校可以申请来参访 节能简单一提备受关注 树民发电社也表示 欢迎未来各学校申请参观 一起活用绿能教育 记者高新峰 林家珍 三重采访报导 从乐高开始一步步发展到机器人设计 三重隔制中学发展机器人社团 已经长达有十几年的时间 期间参加了国内外大小无数的竞赛 让学生培养不一样的能力 机器人随设计指令移动 这是出自葛志中学学生的作品 从底盘制作 城市编程 电路配置等 都一一亲自投入 校方发展机器人社团 已经有十几年时间 大小奖杯更是摆满柜子 乐高的这种智慧机器人开始来做 他们现在展转过去十几年 我们中间也获得很多 新北市政府的一个资源 一些计划的一些经费 让我们的学生投注在里面 所以各自的机器人其实很多 从早期的乐高 到后来的这个K&R 到后来有VAX 后来有现在是FRC 机器人设计需逐步处错 发现问题 从各项可能中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从中培养学生能力 从国中到现在差不多参加了四年时间 我学到的是 去找资料的时候 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找资料方法 从比较浅的地方 一直往下去 发声说我要找什么样的资料 那再来是说我们团队合作的部分 小时候就是可能什么模型啊 或者是什么就是一些小零件 那长大之后就是开始玩FRC 那就是感觉到碰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然后会用到的工具也不同 有种学一致用的感觉 就像是在程式的部分啊 我们底盘会用到三角函数去操控它的轮子 然后它可以就是往四面发发引动 这部分我是觉得很有趣 对我应该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对我在机器人这方面的能力也会提升 除在校社团外 团队更是代表台湾参加了国际机器人比赛 让台湾学子被国际看见 机器人设计跨领域学习强调做中学 让学生体验从无到有的实作经验 也让知识不禁止于纸上谈兵 记者高新峰林家珍三重采访报导 三名高中成立有男童军团女童军团 其中女童军团长期走入社区 进行许多的公益服务 因此获得了第23届台新青少年志工精英奖 社团影响力奖的肯定 团长和童军团女孩们 期许继续展现爱的实践能力 发挥服务的正向力量 三名高中女童军团 可以完成童军相关训练 也可以唱唱跳跳 展现女孩青春洋溢的一面 更难得的是 她们还长期走入社区 关怀独居长者 以及关爱宝宝 校内的一些活动的参与 或者国际交流的一个接待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 在地的服务上面 我更佩服的是 她们跟这个华山基金会 我们这边卢州天使站 这边有一些独居老人的一个光满照顾 那等于说我们的课堂 不只限于校内而已 那孩子在服务的范围也走入社区 整个社会老化的这样子议题 很早就让我们的孩子看到 然后她透过这样子的服务学习的训练 我相信这些孩子 她会服务跟她没有学生关系的老人 她回到家里对自己的长辈 应该会更有感 可能爱子宝宝 有一些孤儿院 她们也都让她们去接触 推动公益服务学习 是三名高中女童军团 和其他童军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尤其团长本身 是新北市高龄照顾 存本专案的中子教师 更希望带领童军女孩 重视老人照护这个议题 我就带着我的女童军 开始走入社区 那最主要我就是 媒合了华山基金会 卢州天使站的一个服务工作 那我们最主要协助她们的活动 就是她们的常态性活动 那我也会利用放学课语时间 带领我的女童军 个别到独居长辈家里面去拜访 然后陪伴长辈聊天 然后甚至是帮长辈按摩 复健 那玩玩桌游之类的 让长辈可以重享一些祖孙之情 那我也另外带着女童军 进入到台湾关爱自家协会 然后我们照顾了 以前的爱子宝宝 以及现在的关爱宝宝 我们就担任她们的照顾志工 女童军们对于可以走入社区 和独居长者进行互动 都相当的珍惜 虽然得牺牲假日进行服务 但是看到阿公阿嬷开心的笑容 让她们觉得相当的值得 我觉得最有收获的就是去探访独居奶奶 然后陪她们聊聊天 然后玩玩游戏 让她们不要那么的孤单 然后接下来就是去招募二手商品 以及义卖女童军饼干 把所得到的金额 全部都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我很珍惜每一次我在服务的机会 因为我知道 我这样就能帮助更多的人 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幸福 我每次就是只要有参加服务跟活动 都会有让我有启发跟成长的地方 像是我们去探访独居饶人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其实这世界上 还有我需要帮助的人还有很多 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我希望我也可以帮助到她们 不管是真正物质也好 陪伴她们也好 让她们的生活可以再更好过一些 多陪伴她们 让她们不要再那么的孤单 女童军团的爱心和善心 让她们多年来获奖无数 这次更获得第23届 台新青少年聚工精英奖 社团影响力奖的肯定 她们也期盼未来 能持续透过付出和关怀 让有需要的人获得更实质的帮助 三名高中设有体育专班 包含国小运动的项目 其中楼道和角力有多位主义宣社 几乎都是从国中部 就透过社团和体育班一同训练 果然在比赛场上都有优异的表现 国中部就是培养她的兴趣 以及她们愿意来投入这样子一个训练 那到高二高三的时候 再逐渐就可以站上舞台 也被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里面 也就有机会夺牌 那例如今年我们当选这个亚洲青年杯的国手 目前就有三位 两位其中是角力 那一位是我们的柔道 也欢迎对于体育有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来加入三名高中的团队 学校这次共有一位柔道选手 想会角力选手获得国手的资格 能够得到这项殊荣 选手们都觉得平日辛勤的练习没有白费 一开始我自己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学上国手 然后就想说就是努力去拼 然后就第二 就把握每一场上场的机会 可以供这个机会 我会先提升自己的力量 因为我觉得我在我自己这辆级的力量还不够 再来会向老师请教一些技术方面上面的问题 然后最重要是自己心态要先调整好 就是在场下的时候不会紧张 就是让自己不会因为害怕而就是放不开摔 会让自己就是在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去面对比赛 我觉得很开心啊 以前训练跟比赛都是没有什么成绩 到了国三这年我柔道的中正碑也开始有了成绩 然后角力也是市中运跟国手选拔也都是第一名 其实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努力 我攻击的延续度 就是可以多攻击 因为我很少在攻击 我会怕被反摔 然后攻击可以再更延续 就是可以把动作做完 接下来重要的赛事就是四月份的全中运 由于不少选手分别参加柔道和角力两项比赛 因此一周六天的各项训练已经排得满满满 总共十位里面有五位 他是双七 等于是他柔道跟角力他都有参赛 对那等于我们是兵分二路 那在那个参赛备战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个礼拜分别是楼道角力 分别是各两天 对那另外两天我们就会选择做重训跟技术的部分做加强 对所以我们一个礼拜会备战六天 教练和选手们除了全力备战四月份的全中运 学校也希望向下扎根 和临近的国小结合 从中发掘更多有兴趣又潜力的小小选手 记者高清风临景于如舟采访报导 感谢您收看这节的新春特别报导 祝福您事事如意 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